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喝醋冰 邱老师您好 陈诗姐您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节目中 今天我知道你有非常丰富的 很年轻就开始进入社会的工作经验 那这些我觉得对所有的年轻朋友也好 或者说在这个人生旅程当中 工作上有什么阻力也好 这样子的朋友 我相信对他们是一个非常棒的实力的分享 可以为我们分享您的人生经验吗 在这个边因为我们从事的工作 都是属于协助很多的学生做创业的经验的一个传承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学生当初 满满舞蹈的时候来这里学咖啡 然后等到要创业的时候 有遇到好多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分享一些有关心态上面的建设 还有基础上面的学习 那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们提到就是 就比方说我以前我自己本身在还没有接触咖啡事业这个领域的时候 也就是说更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 学生时期的时候 因为我接触咖啡大概已经有快18年多了 学生时期大概在高中生的时候 我就不会把寒暑假时间就只有用在读书 那时候我想因为家里的经济有限 所以我会利用一些寒暑假就去帮忙家里的经济 然后我就会去打工 那我打工的一个地点可能都很多种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是在家务站 然后家务站打工怎么去服务客人 然后第二还有在餐厅 送咖啡送菜 端盘子 然后还有就是工厂 做一些印象馆 玻璃 所以接触的人都不一样 那还有做过一些 比如说现在麦当劳在卖的鸡块 它的工厂 那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桃园 那我在桃园 所以我在那边的工业区 那边有一个麦当劳的生产中心 那边工作 那边然后还有一些是属于 我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多 所以我接触的工作单位不同 所以就变成认识的人 形形色色的有好多 那实际上我是蛮鼓励 就是当你是很年轻的时候 你不要太考虑太多说 我这个时候一定要做什么 实际上假使你不懂的 不会的 包含与人的处事 说话 不管他的层级 年龄的高低 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老师 对 所以你就会跟他学 然后就算他这时 他很粗鲁 他说讲话很不好 可是你会放在他身上 又会学到说 当你跟这样子的朋友相处的时候 你会怎么跟他说话 聊天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拒绝了 什么都不碰 那可能你就会 学到的很少 那也是我自己后来感受到就是 其实学东西 在年轻的时候 尽可能放开胸怀 去看 去学 去接触 所以随着我的读书的 一直到达大专的时候 我学的东西越读 然后学历越高 所以我去工作面试的地方 也有 比如说补习班 补习班的当很多学生 国小跟国中生的班导师 我也做过班导师 所以你怎么去带这些 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你怎么去带这些 正在升学的时候的学生 他们要考试 要念书 要补习 然后你还要做课后辅导 然后还要跟他们的家长 做电话沟通 所以事实上 这过程当中 都是在培养你 在表达 说话跟口才 甚至会有很多工作的压力 这个是一种 促使你必须学好的方式 所以随着我到大专 毕业之后 进入到部队当兵 所以当兵的时候 我的兵役 像现在当兵 我觉得现在当兵 真的很轻松 时间也没有很长 对 现在很短 我的想法是觉得说 实际上它是一个 蛮重要关键的地方 像早期老人家讲说 这男朋友要去做兵 做兵回来 他才知道天地 才才知道 要怎么做人出书 实际上真的 如果说你工作 或是你当兵的地点 他要求的比较严格 然后你会学习如何抗压 然后你会接触到 一个小社会 比如说里面的 同床部的人 刺龙 刺青 刺虎的 都没有 你身上是干净的 所以你们之间 说话 谈天的领域 是不一样 可是问题是 你们是同个部队 同个床部 甚至一起洗澡 所以你会学习 跟不同形形色色的人 相处 如果说你太于自我 太于孤僻 会变成 你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环境 虽然它只是一个部队 所以在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一起同甘苦 一起共患难 一起享受一杯可乐 一起吃一个便当 一起在风雨当中受苦难 然后再享受美食 那这时候的感情会特别好 那个听起来应该就是 所谓的这个革命情感的这个培养 所以你在过程当中 你所接触的单位 它如果是越严格 甚至可能以前有讲过说 不合理的要求是抹炼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这个的确 因为很像说 我们在洗一个碗 很脏 油腻 你一开始要洗干净的时候 你可能不是用软软的海绵 你会用较糙的菜瓜布去刷 不然要怎么弄 所以当你刷干净之后 你最后才会用转过来 用软的海绵 用水去清 那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今天是青年学子 你有很多的不了解或是习惯 那实际上你是需要被磨练的 你需要一些压力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不懂 我可能就接触到一些这种 被要求 被磨练 甚至不合理的磨练 所以你在无形当中 就累积了很多所谓的抗压 像现在很多时局 可能在面试应征工作人员 很多人都说现在 年轻人抗压性不够 然后可能要求一些不合理的 可能没有几天就不做了 所以他这边工作经验 可能一年就累积了四五个 因为平均一个地方 做不到几个月又离职 所以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变成你学不到东西 你也学不到经验 甚至没有朋友人脉 因为你做久了 一定会有自己的朋友群 所以实际上我很鼓励就是说 当你在年轻的时候 不妨 不管你用什么心态 你用玩的心态也好 用自我齐学心态也好 你就是去找 相当正直的一个好的工作 让你去接触 那你就会感受到说 哇 原来我必须要多屁别人着想 我不能只顾自己 我要面临同样的压力 我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不然我可能会做不下去 那当然跟你的经济压力也有关系 如果你生活很富裕 你没有面临过苦 可能你觉得说 我都不要 因为你就不想 可是如果说你面临过说 经济压力不好 然后生活环境不足 或是你的自我齐学的地方又不够 那你就会做不好 可是如果你很辛苦的时候 你会想说 我怎么样可以争一口饭吃 我怎么样可以表现得比较好 我怎么样可以改善我的生活 所以你会有很多 所谓自我的产生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是最宝贵的 并不是我做好一个东西给你 而是说这过程的 这过程是最重要 所以你现在这样子 回过头来 回顾你从高中就开始打工 然后大学 那大学我那时候才开始 对Cafe有兴趣 可是还没有到达专业 或是职务那种职人 而是到大学 就是一方面工作 一方面读书 那时候的工作 实际上之阵子就是我退伍之后 的第一份工作 是 所以这样子 你一路走来这个打工的这些历练 其实你现在回顾起来 你觉得很有价值的 对 包含你在部队当中学习抗压 那因为你学习抗压之后 你到了出社会的工作的时候 我刚好面试到的那个工作是一个管理职务 它必须要管理整个工厂里面有上百人的 甚至包含有外劳 有台湾的 也有国外的 所以你要管理上百人的一个工作模式 跟生产 是 那个时候是刚刚从军中退伍 那真的是考验 很辛苦 所以压力很大 就是说我一定想要去尝试工作 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 我想把它做好 因为你不会害怕压力 因为你在相关的环境 已经做过抗压的习惯了 所以当你接触到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会用一样的抗压的能力 去面对另外一个工作 所以那个工作很艰难 可是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进去公司的时候 工厂里面有好多的上百人 甚至有外劳 外劳里面有印尼 有菲律宾 有泰国 可是有一些 虽然它只是一个作业员 可是问题是 它会的东西我还不会 那我不会 我该怎么管它 所以我就深入他们的生活环境 了解他们的生活 因为他们有宿舍 甚至学习他们的语言 学印尼语 学泰语 好厉害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沟通 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它 所以我到时候又会变成说 我很投入在学习跟请教 因为现在年轻人 比较怕表达说话 其实上你不会 你真的要低越低 你要投低的越低 越牵信的去学 你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已经站了一个位置 是管理阶 然后他是现场的作业员 你就要命令他了 他是不会理你的 你可能叫他做一 他不一定会做一 只能只做0.5 可是如果你可以做到你叫他做一 你请他做一 他会帮你设想1 2 3 那你看这样子 你是不是工作起来的流畅度就会很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变好朋友 跟很多不熟识的外国人 还有工作人员变好朋友 那学习他们的技能 学习他们的经验 然后学了之后 我再以我自己的能力跟理论 把它统合在一起 最后他们就非常好搭配 甚至现场的主管 都没有办法像我管得这么好 所以那时候那4 5年的时间 都是在做 而且做到很晚 因为像921 921 921那一段 921大地震的时候 你在哪里还是说 其实我那时候刚好有加班 然后因为隔天有一批货要出 那是很重要的要出关的 所以我盯得很紧 然后也看得很在意 因为所以我就一直做出 一直待到凌晨12点多 快一点多 我才安心的要离开下班 所以就碰上921 这个大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我正在骑摩托车 在路上 对对 我在骑摩托车 那我在骑摩托车 我发现怎么轮胎会晃 然后我心想说 我不是上个礼拜才刚修好吗 怎么现在又在晃 所以回到家之后 我妈妈也跟我讲说 刚刚有大地震 我跟她说没有啊 结果刚讲完之后又来了 余震又来了 那可是那时候我的心念就是 我不是担心地震 我担心的是我工作的场所 他们的机台 他们生产的东西 可不可以 我还赶快打电话去 结果没有办法 救不了 已经全停了 电也停了 所以那个过程也是一个蛮可贵的经验 就是说当你在投入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会无所保留的一直付出 可是你所收获的或许不是当下得到 可是你后来去回想你这种种的历程跟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你学习了很多的抗压 面对处理紧急事情的方式 然后跟人家接待或是沟通时候的方式 如果你沟通不良 可能没有办法配合 人家就不会跟你一起把事情做好 听到你这段话 我都觉得说很高兴说你当时的那个老板 我很替他高兴 怎么能够什么机缘这样子 请到这么好的员工这样子 那能够这样全心全意的帮他把这个工厂这样子管理的那么好 对 那时候我身在的部门是一个叫做生管部 就是生产管理部 那实际上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还在闲暇之余去学习 平保部 餐馆部 还有研发部 我都大概都了解 所以就会管理 你也太用功了吧 管理得更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 因为他每个螺丝锁的地方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了解 你就没有办法延伸下一个 你就会产生断层 所以我就会希望把它做好 就这么简单 而不是把它做完 因为我觉得你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是做完 你还要把它做完善 不会去影响到别人 这样子 这么听起来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 我怎么舍得让这一个员工离开我的公司呢 到底你是什么样子的思维 还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的状况 你是一脚踩进这个咖啡的领域吗 才离开那个公司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还没有想到那里去 只是说喜欢喝喝咖啡 然后喜欢自己简单的冲泡 还没有涉及到工作 所以那时候因为在那边工作的时候 已经做了四五年的时间 那就想说我要继续升迁 我想要增加自己的不足 所以我选择进修 所以我就利用闲暇之余 去考试考一个跟我原本的工作 完全没有搭嘎的 完全不搭嘎的 其实我已经学生的时候是学电子 然后高中学电子 专科学环工 然后等到那个大学 我现在去读了台北四星大学 我是念船部管理 然后完全不同 然后我工厂做的又是升管 就不一样 那时候去船部管理是因为觉得说 因为遇到一些瓶颈 因为你的学历有限 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会觉得说 你的能力不足 你学历不够 你根本没有办法升热工作 所以我就觉得说 好 那我一定要去上 我一定要让自己更好 所以我就是一边工作 五六点下班之后 赶快开着车再到台北的那个新店 那边四星大学 景美那边去上班 去读书 去读书 对 去读传播管理 然后认识了很多在职社会的人士 那传播管理都是属于媒体 报章杂志 那因为这种东西我也不懂 我完全是 一个是工科 一个是文科 所以我自己在考试 去录取的时候 以前我读了好多的书 因为我就希望可以学一些 我不会的商业价值 跟传播效应的东西 然后 那你在这个阶段 应该你也遇到了你生命中的贵人吧 是的 对 对 赞世杰 真的被我猜对了吗 真的 对 被我猜穿了吗 是的 对对对 因为在那个地方我认识我太太 她是我们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书一起做报告 就是因为日久就申请嘛 然后就一边读书 那个时候是班上的班队了 是 是 是 班队 对 那时候 你好厉害耶 又让自己长进了 然后又寻找遇到你的这个 人生最重要的另一半 对啊 所以有朋友下午说 你去读书的时候拿了一个毕业证书 又拿一个结婚证书 对 实际上会切入咖啡的原因 真的就是因为一杯三合一的故事 三合一 一杯三合一咖啡的故事 是 听起来好像是很奇妙 对 因为来源就是有一次的晚上 因为那实际上年轻人大学时候 晚上有空就会去夜游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次 开车车去阳明山 那个是热门景点 是 夜游的热门景点 对 然后去看夜景 那时候我记得风很大 然后很冷 然后我太太她就 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喝咖啡 她以前都是喜欢喝星巴克的咖啡 那后来她觉得很冷 她觉得说这时候如果有一杯咖啡 不知道有多好 然后我想说那时候要追她嘛 所以一定要很贴心 当然现在也不差 赶快为自己加分一下 对 那就在想说 这个在荒郊野地 然后这个地方哪有咖啡啊 然后要离便利商店 还有一段路耶 那我想说 我就年纪一想说 我车上好像有一包之前去外面 留下来的那个三合一咖啡 一包 可是没有水 对 然后我想说 我就想到 我就跟我的太太说 你等我两分钟 我去变一杯咖啡给你 对 她就说 怎么可能 这里就是没有水 拿着咖啡 然后我就跟她说 好 你等我 然后我就拿着一个空的杯子 对 我刚好车上有一个杯子 然后可是没有水 我就跑去一个名户 名家 然后已经四周都没有人 只有一户人家 我就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我就跑去敲门 想说会不会有人 我就叩叩叩叩叩叩 就过了很 一阵子之后 就一个老伯伯走出来 说什么事 我就说不好意思 人家可能已经在睡觉了吧 那时候大概已经是十点半 快十一点了 可是我想说 应该还没了 所以就有点私利的去敲门 然后就出来 什么事啊 我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外面天气很冷 我女朋友有点受寒 那需要一杯热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热水 然后她很热情地说 好啊 好啊 然后就拿着我的杯子 装一杯水给我 然后我心里想说 真的太温暖了 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很多的温暖 这个北杯怎么这么好 没有叫你说 年轻人小伙子 这么冷你还在外面 是是是 还不敢怪我一家 对 然后我就把很开心地把那个三个衣导进去 然后稍微晃一下 它搅拌均匀之后 我就拿去给我猜 说你看 我变开 变开出来了 然后当下就讶异了 天啊 你真的是 有没有流眼泪 对 她就觉得很感动 想说我终于快要追到她了 好 这样就追到了吗 终于快要可以到那个 可以擄获芳心了 所以那时候她就一边喝咖啡 就一边聊天 然后就发现说 我也喜欢咖啡 然后她也喜欢咖啡 然后那自从开始已经越来越默契了 所以可是我们一直觉得说 我们到了很多地方去喝咖啡 还记得那时候大概十多年前 很流行那个行动咖啡 行动咖啡餐车 大概在十七八年前很流行 尤其台北那时候在五指山 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咖啡餐车 然后甚至我们就会常去这样的景点 然后也会去咖啡馆 也会到台湾的中部 南部去玩 去喝片很多的咖啡 到处喝咖啡 那时候还没有很会煮 只是说喝咖啡 那可是喝咖啡 我们就喜欢聊天聊地 就说这家的咖啡 好像哪里不太对 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经营 为什么他会这样摆设 就喜欢动缩细缩的 那说到最后就会觉得说 很想自己创一招 加自己喜欢的风格的咖啡 这时候的动机才开始说 我从一杯商品咖啡 觉得说不止如此 它可以更好 然后看到很多的家的咖啡馆 的经营模式的时候 发现我可以做得跟很不一样 所以 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 都做得很稳定 所以当我跟我的家人说 我要做咖啡工作的时候 你要离职 对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 我还记得我爸爸跟我讲说 你好好的工作一个月 四五万的薪水 你不要你跑去卖咖啡餐车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资金 然后考量之下也没有办法开店 我就说不然我就用我的存款不够 然后再去贷款 然后才得到一些现金 然后再加上我太太资源的一些现金 才会筹错了第一笔一桶金 再次完结点 咖啡